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更新我之前的一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一個樹皮 一個叫做掛瓶 鼻水的 裝飾品 隔了兩個月 這盤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盤花裡面 我同時掛了兩板的花 希望大家記得 如果不記得我把連結放在下面 這一個是全我根的 我拿前提給大家看一下 全我根的 他現在經過了一段時間 老的根 或者是敷乾了的根 我退除了 現在留下的根 起根 應該是最好 比較健康的根 我轉給大家看一下 依然這三棵花都健在 而且你看到它的花 依然還是在 雖然下了很多 但是因為經過了一段長的時間 應該是時候要下花 後面之前有個網友問我 拍下後面給他看 我後面掛了一個儲水瓶 透過一些棉線 供水給他 OK 我之前就換過了一種棉線 因為我發覺 比我找到這一種棉線 是更加好用的 它的泉水 吸水力 效果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我就把它換了 現在就到這段時間 這棉花暫時還是活著的 還未死的 我覺得應該是 它應該適應的了 因為現在的天氣 因為熱 熱天 變了熱天 其實對蝴蝶難來說 那個氣筋是優勉的 OK 因為它太熱了 所以變了它是不會長筋的 讓天氣涼快一點 它就會再繼續 去生長一些新的根 但是它現在保留著一些 叫做強壯一些的根 那就應該是 養得活的了 當然你看回之前的影片 那個根的數量 是明顯少了的 因為 出了盆之後 就變了螺根種植 變了 就有一些叫做淘汰 有些可能 斷了的根 或者是截到的 或者是黑點的 那些就自動淘汰了 就乾了 我就把它剪了 然後就保留 它留下 正下來的那些 就是健康一點的了 大家都看到了 應該在前面 OK 那些葉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可能是缺水的 但是都是比較早期一點的葉 那其餘那些 比較壯健一點的葉 大快一點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 全部都是健康的 那變了 想今天說 這個玻璃瓶 掛式 來提供水的功能 是成功的 那如果不在家的時候 去得遠行 或者旅行 那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選擇來的 OK 那希望那個網友都看得清楚 我今次 將它轉轉給背後 給他看看那個瓶 到底是怎樣供水 那盆蘭花的 OK 那大致上是這樣的 好了 那希望我今天就少少的分享 就更新一條片 希望那個網友都知道了我 現在這盆花的狀況是怎樣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好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買到這些花回來的 可以不妨試一下 可以掛來看看 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OK 好啦 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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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